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小的时候看电视 只要看到美国 自由女神举着冰淇淋的画面就会出现 这是美国标志性的自由 是全世界都向往的自由 慢慢越长越大 看了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电影就发现 哦 原来美国真是个自由的国家 原来在大街上接吻也不会害羞 原来party结束了之后 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去睡觉 原来吸大麻是很正常的事情 原来不需要管你的性别是什么 你可以随便的喜欢男人 喜欢女人 你可以说自己是同性恋 范围再广一点 你还可以说自己是双性恋 只要你喜欢 想做什么都可以 原来这就叫做自由 自由的概念已经被错误的解读 脱离了原本的轨道 带着左派撒旦病毒的自由 在青年人的群体里快速的发展 成了改变文化的利器 病毒式的自由延伸到政治圈里 就变成了平等 变成了造成阶级分化的阶梯 美国卫生部助理部长Rachel Levin 瑞秋莱文 在上周二被拜登政府任命为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的四星级海军上将 并且称她是这个军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四星级海军上将 Rachel Levin 瑞秋莱文 大家应该对她这个形象挺熟悉的吧 她是拜登政府里的卫生部助理部长 是一位变性人 从小在西伯来学校 是讲西伯来语 读妥拉长大的犹太人 2011年的时候开始做变性治疗 2013年她老婆和她离婚 一直到现在她都是以女性自称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有史以来第一位被任命的变性人四星级海军上将的现场画面 Today we are taking a historic step forward with the appointment of Admiral Levine as the first openly transgender four-star officer across the uniform services I am proud to serve at HHS as history is being made and to support a more diverse future Dr. Levine are you ready? I am Place your hand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repeat after me I, state your name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same 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same That I take this obligation freely That I take this obligation freely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or purpose of evasion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or purpose of evasion And that I will well and faithfully discharge the duties of the office upon which I am about to enter That I will well and faithfully discharge the duties of the office upon which I am about to enter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男人变成女人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男人变成女人之后要开始化妆 要开始涂指甲 那在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棒的基督徒的企业 Niji Nails的指甲油 大家可以登陆网站 他们有非常多各种颜色的选项 可以供大家来挑选 而且他们用的是现在市面上最棒的Tenfered材质 这个材质非常安全 大人小孩都能用 现在节假日期间马上就要到来 大家可以登陆他们的网站来选择送礼的好礼品 在结账的时候 欢迎输入AI News10 就可以获得九折的优惠 好 让我们接着来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 这个Richard Laven 她是公共卫生服务部的助理部长 在公共卫生服务部的体系当中 卫生助理部长是可以被上面直接指派 获得上将军衔的 所以不要问他到底做了什么贡献 人家上面有人 海军上将军衔是不得了的 是美国海军的最高等级 之前最高军衔是五星上将 但是由于美国国会规定 美军的五星上将军衔 只有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以及战争的时候才能授予 所以在1981年最后一名五星上将 奥马尔布拉德利 奥马尔尼森·布拉德利去世以后 美军将官中直到现在都再也没有五星上将了 所以从1981年起 美国军队中最高的军衔就是四星上将 那么拜登政府为什么要指派这样一个人 来当海军上将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他被任命之后说的获奖感言是什么 与其他人先招呼 我们是一身的身体 与其健康公司大人 and the world has faced in modern times. I am honored to serve as the first female 4-star officer of 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ed Corps and the first openly transgender 4-star officer to serve across any of the 8 uniformed services. This is a momentous occasion and I am honored to take this role for the impact that I can make and for the historic nature of what it symbolizes. 这重点都让他自己说出来了呀 为什么要选他来担当这么大的一个军衔 因为他有着谁也比不了的优势 他是变性人 由他担任这个角色 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并且可以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他在发表感言中 也再次的力挺LGBTQ群体 说他是踩着他们的肩膀负重前行的 他是在政府中的先行者 他为所有美国年轻的世代 都做了一个最坏的榜样 因为他一个人就可以给左派要创造的 所谓的包容和多元化的未来 提升一个大的进程 这件事情都只是左派推动扭曲文化的进程 外面包了一个糖衣炮弹而已 让人认为是变性人族群取得了胜利 让人认为这是文明社会的进步 这是所有人获得了公平平等的机会 其实都不是的 这一切只和目的有关 首先他们的说法是 认命这个Ritual Levine 是为了要来照顾美国人的健康 左派选了一个最不健康的人 来照顾全美国人的健康 这个人他不仅从心理方面 还是生理方面都不健康 他否定自己的性别和身体 打针吃药做手术 去把自己身体本来带的器官切掉 通过激素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女性化 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在破坏他自己的身体 通过极端的外来药物来改变身体本来的性能 他从心理方面也否认他自己是男人 尽管他已经娶了老婆 还生了两个孩子 如果我哪一天要是觉得我自己想当男人 那当然我不会觉得我的生理出了问题 我一定会觉得是我的心理出了问题 当一个人他都分不清楚他是心理出问题 还是生理出问题的时候 他就选择跑去切除自己的器官 并且还引以为傲 这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吗 之前在网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男人叫做Dennis Efner 大家都叫他Catman 他就是认为自己是一只猫科动物 他做了14次的整形手术 让自己变成老虎的样子 他把牙齿换掉 把嘴唇上面打了很多钉 这样就可以往这个钉里面插一根一根的胡子 平时他还会学习猫走路 把自己锻炼的走路没声音 这也是他想要的 他也认为自己不是自己 他认为自己不是人 那他做了这一切之后 他获得了自由吗 这样是爱他吗 难道最爱他的人 就是给他做手术的那个整容医生吗 结果怎么样 他在2012年自杀了 因为他发现不管他怎么努力 他永远也变不成动物 他都只是一个人而已 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沉重了 所以他选择自杀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并不是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对他的爱 把LGBTQ捧上天的行为并不是对他们的爱 而是忽略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关怀 忽略了他们的健康 把他们当成造成阶级分裂的工具 让日车来问当海军上将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左派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不择手段 吃笑非常难看 在上周五 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个两性平等和平等的国家战略 National Strategy on Gender Equality and Equality 听这个标题的意思就可以了解到 他这个里面一定是要讲到给LGBTQ的人群平权 一定是会牵扯到女权 种族等等 就像左派一直在打的公平牌 这个战略一经发布 贺锦丽马上就发了一条推特 说拜登总统和我发布了有史以来 第一个国家性别战略 这是我们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愿景 这是一个大胆的战略 也是这个时刻所需要的 这一整个报告一共有42页 几乎包含了左派想要做的绝大部分事情 都要在这一个战略里面解决 里面谈到了要改变社会和文化 对于性别原有的认知 要从根本上消灭有害的性别规范 比如说像是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 要在海内外都大幅的扩大堕胎资金 加大宣传促进变性主义 在全世界都要做学前教育普及 推广性教育 制定新的枪支管制法 防止任何人利用互联网来恐吓女性 刚才我一共说了有七项 这七项里面 每一项都是我们正在征战的一个超大的课题 都是我们一直在斗争的东西 而在这个42页的文件里面 非常多次的提到堕胎 并且直接针对德州的堕胎法案 他们对这个是相当不难 Tracy if you read the document and get to about page 18 that's when you'll find the administration really doubles down on defending Roe v Wade getting rid of Hyde and going after Texas and that just scratches the surface releasing its national strategy on gender equity and equalit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rites most recently Texas passed a state law that blatantly violates women's constitutional rights as recognized under Roe v Wade and upheld as precedent for nearly five decades thereby eviscerating access to abortion it also states we will work to codify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recognized under Roe v Wade in addition we will strengthen access to the full range of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by restoring and expanding the title 10 program 左派在这个战略计划中 毫不掩饰的向我们 展露了他们要做的事情 这些破坏青少年的成长的教育 破坏神创造的男人和女人的两性关系 破坏胎儿的生命权 破坏家庭的重要性 破坏宪法对于人民的保护 破坏我们应该有的言论自由 很多保守派的评论 对于这个战略发布的观点 就是说为什么拜登 现在不去管边境危机呀 为什么拜登现在不去做经济调控啊 现在物价太高了 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来制定一个42页纸的平等战略方针 因为这个才是他们要做的重点 只有改变文化 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就是等于掌控了人民的思想 这是一场非常难打的仗 因为他们从各个方面来进攻 要来摧毁我们的世界 他们在这个战略里面说到的 要改变社会和文化 对于性别原有的认知 要从根本上消灭有害的性别规范 比如说像是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要完全改变人们 对于男人和女人的认知 他们已经很明白的说 要改变社会和文化 对于性别原有的认知 这一点他们一定会联合媒体来做 联合学校来做 联合教室工会来做 或许我们这一代是明确知道男人和女人的区别的 但是我们的孩子呢 你有没有试过去问你的孩子 他对性别的看法是怎么样 他会不会为左派去争辩这个东西 一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是很明确的认为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他对LGBTQ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孩子都受到这样教育的影响 那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呢 这样下去真的花不了多久 只要几十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完全做到不分男女 而且里面谈到 如果你认为男人是阳刚的 女人是温柔的淑女的 这种想法就是有害的 在推广这个的同时呢 他们一定会搭配变性的主题 以及性教育同时进行 当一个人接受的教育 是性别是不确定的东西的时候 那么这就像是 我的性别就可以像我想穿什么衣服 我今天想穿绿的 我明天想穿红的 我的性别也可以这样改变 这就是人最基本的认知的底线 里面还有说到 海内外都要大幅的扩大堕胎的资金 这是明目张胆的杀人 不仅用纳税人的钱来杀美国的小孩 更是要将美国纳税人的钱去杀全世界的小孩 要把这样杀人的范围破散到全世界 里面谈到防止任何人利用互联网来恐吓女性 这条是什么 这条明摆了就是要限制言论自由 我们现在在做的视频 基本上每一个影片都是被黄标的 我们只要刚一上传上去 刚一开始审核 黄标马上就出现 现在的取消文化已经是限制言论自由了 但是他们在这里面提倡的方向是更加夸张的 首先他们根本就没有定义什么叫恐吓 就像Lowden County的校董会一样 他们根本就不说什么是恐吓 我说你是你就是 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不需要任何的证据 而且他们对女性也没有定义 根据他们的性别平等来看 任何人都可以是女性 也就是说 他们只是在加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去做言论封锁 这些事情都太可怕了 可怕的原因是他们丝毫不掩饰 他们根本就不怕我们知道 他们直接把他们的agenda 总结整理写出来给我们看 我们不能再害怕了 也不要再等了 保护好你的孩子 交给他们正确的价值观 这才是对抗一切的根本的武器 格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一节说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神是我们的根基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 只要在这个根基上面形成的价值观 就是完全正确的价值观 不管未来左派的风浪来得有多大 我们都不要害怕 我们也不要被迷惑 把这个分辨的能力 交给你的家人 交给你的孩子 撒旦已经正式的向我们宣战 但是我们不仅不怕 反而属灵的细胞要兴奋起来 因为我们即将要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能够在暴风中坚守神的话语 我们是有福的 让我们一起来彼此带导 互相鼓励 刚强壮胆 接受这样的挑战 喜乐的兴奋的与神一起同工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好 来看看我们第一个这个朋友跟我们说啥了 第一个朋友也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被问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可以上字幕吗 谢谢您 对因为我们都有上只要是英文的片段 我们都有上中文字幕 中文的字幕就有翻译了 对然后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 其实能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 对那如果说你要中文上字幕 像那种台湾的YouTuber啊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华人的电影 不管说你懂不懂这个语言 他们都会想要看字幕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以前我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然后我去读电影学院的时候 老师就发现到最后中国学生的成品 很多下面全部都会放中文字幕 哪怕是讲中文的电影 他放也是中文字幕 然后英文字幕这样 然后老师就很不明白 老师就说为什么要放字幕 大家都听得懂为什么要放字幕 然后中国学生都说出来 就说为什么要放字幕 不知道 因为说中国的电影播出来都是这样的 就是都有字幕 对啊 而且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字幕这个东西对于像说什么港片那种 然后就是你好像有字幕的话就比较高级 但港片一定得放字幕因为我根本就听不懂 对就算有配音的那一种 周星词你先从以前开始就是都是字幕 不管他是说什么语言 他都有字幕在那个地方 那你读电影应该 来给大家上一个课吧 电影是怎么看这个字幕 电影人看字幕就是说字幕完全多余 除非是你讲另外一个听不懂的语言 有必要要上字幕 不然的话听懂语言 上字幕就是多余 因为他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很多人会把注意力分散一大部分给那个字幕的字 然后他就不去看这些就是主要的画面了 是这样 所以他们是美国的电影是很反对上字幕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反对上字幕 我们没有精力去上字幕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出的话 然后每一天都将近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 这样的时长 上字幕一个人真要搞一天的 这是很长很大的工程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既然讲的都是中文 然后我们的观众收视群也都是中文 所以大家既然都听得懂的前提下 就不需要字幕吧 对我们不像什么台式新闻啊 然后什么央视啊 什么都一定会有一群人 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多 对 你现在看到的就我们两个的 外加上在Persilla 他在永远在这个地方 他工作很辛苦的 你还要再加上字幕 或叫我们任何一个上字幕 可能都吃不消 不过有好消息就是 我们每一天写东西呢 都会有主字稿 然后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对 然后我们的网站的那个网址会在下面 还没有说百分之一百的完成 但是我们一直有把这个主字稿放上去 所以说如果说你只想看字 你不想看到我们的话 对 你可以去看那个主字稿 是因为之前有朋友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哈 说哎呀巴拉巴拉看你们俩人在这废话 废话将是三十分钟 实在是浪费我的时间 要是我主字稿就好了哈 那如果要是这样朋友喜欢看主字稿 不喜欢看我们在这讲废话的这种朋友 欢迎去我们的网站 看我们主字稿也都会放上去哈 那当然你如果要是上YouTube 你来YouTube这个网站 你如果要是闲人讲废话讲的多 你想来看主字稿 这个YouTube这个网站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在这上面好像 你只能看到各种人类在这里巴拉巴拉 你如果想找到看书的这种网站 可能要去别的网站哈 YouTube就是一个视频的网站 对 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推荐我们的网站 我们网站现在还在 正在制作当中 在更新当中哈 所以这个主字稿也有慢慢的放上去 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也欢迎大家转发 如果要说读字 比看字幕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一些 或者你觉得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那欢迎大家去看哈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服务 那或许呢 如果要是我们以后团队扩大了人多了 或许我们会考虑增加字幕的这样一个服务 但是目前为止是真的没办法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就做这些 每天都焦头烂额 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再上字幕 然后那个主字稿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写的 如果你看到是那个新闻稿 如果是他写的话 那可能错字就不会这么多 那如果说那个主字稿那天发新闻是我写的话 我的中文程度就是听起来像那个意思就好了 我不太了解 其实你是高手 因为从他搞的我都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 他自己都能明白 我觉得这就是高手 然后我的标点符号 中文的也会错啊各方面 所以说如果说读我的主字稿的话 你就要准备好就是这人到底在 所以说我会建议大家看我们的视频 对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用讲的跟大家讲会比较清楚一点 对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留言啊 这个留言这朋友说出了我的心声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他说本来觉得这辈子都不会跟枪支有什么关系 最近却越来越觉得需要了解一下 已经预约了设计课程 这样的乱世应该要学会保护自己和家人 也为那些终于站出来保护自己和自己父亲和妈妈们感到骄傲 大家都要觉醒 不能再装作若无其事了 我跟你讲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朋友留言 我就觉得说哎呀 Ethan绝对喜欢 而且看看零八八你绝对会挑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伙就是每一天在跟我们讲说 什么什么枪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经常约我们一起去打把之类的东西 所以呀 他们从来没去过 照道理讲武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武器才代表你是一个自由的人 特别是现在如果说你推广人人平等的话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唯一可以平等的方法 就是你把一把枪给女人 因为男人永远力气比女人大 然后男人照道理讲要保护女人的 但是你想想看现在什么强奸犯那些东西 就是有这么变态的人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世界不会停止产出变态 如果说你要一个女人可以跟一个男人平起平坐 在一个环境下面 他们是平等的时候 女人就应该要有攻击性的武器 或是防御性的武器 可以让这个男人跟女人的杀伤力是平等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很多的华人会觉得说 枪是政府有就好了 政府有义务要保护我们 然后政府保护我们有警察 有事叫警察就好了 这个是最愚蠢的一个想法 你凶杀案发生通常都在5秒之内 一个人冲过去拿把刀 刮刮刮刮刮刮刮 你就死了 又砍到头刀好痛喔 对 I'm sorry 那枪的话 枪击案也是 然后如果说一个人 一个枪匪冲到你家 你那玻璃 你觉得他们要花多少时间来打破你的玻璃 然后呢 花多少时间跑到你的房间里看到你在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这个对 因为我之前呢就是住在罗兰港 我觉得罗兰港就是个特别不安全的地方 经过了那一次之后 住在一个single house里面 当时就是有人来把我们家的玻璃打破 进来要抢劫或者偷东西干嘛的 真的 当时手足无措 你本来在家里 你听到玻璃被人打破的时候 你当时就想说我要做什么 你知道吧 就是其实人到那个时候是会很慌乱的 那你知道你要打电话 那个时候马上就害怕了 你知道吗 你要怎么打电话 打电话我都不知道怎么那个 然后我 我到底要不要出去 我手里什么都没有 我连个棍子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可能 最可能拿到能打人的 可能就厕所里面那个扫把 可问题是你在这种时候 你不能轻举妄动了 我在二楼他们在一楼 你哪敢出家走路那样子 然后你去拿个什么扫把 那不是开玩笑吗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之后我就 我就觉得说 哦 就是应该有一把枪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如果想保护我自己 我就可以拿一把枪 statistic里面说 就是就算你住在警察局 只在隔一个block而已 你打电话到911 dispatch 然后呢 他在派警察 从 就从这一条街到这一条街而已 他要花三分钟的时间 三分钟都算快了 对 我当时跟警察打电话 对 那枪毁打的时候 枪毁还在呢 打完电话 枪毁跑了不说 我都哭完了一气了 然后才来 我来了之后呢 他们问我是什么人吗 我就说 我说三个黑人 那警察马上就不高兴了 脸就掉下来了 我当时不明白怎么回事 现在我才明白了 他们觉得我是 阴族骑士 对啊 他们觉得我是阴族骑士吗 反正就是 枪你要来保护自己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最主要就是 它是代表了 政府不能随便叫你干什么 然后政府 因为政府都有枪 政府有最先进的武器 政府有最完整的 军事训练各方面的 但是人民要有枪的话 人民就可以有一个 反抗的一个余地 在这个地方 政府就不可以说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这一点也是 美国为什么会有 宪法第二修正案 为什么会有人权法案 如果没有枪支的话 如果没有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话 所有人权法案都不重要 政府只要说三就三 你说你没有言论自由 他就是说 你敢讲话 我拿枪对着你 如果说你没有枪的话 你就完全没有反抗的意义 所以说 任何的法律 如果没有执行力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说枪支 还有宪法第二修正案 就是让所有法律 可以有执行力的方式 所以就说拿课是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女生拿枪 也是非常帅的 巴上我也去过两次 我觉得很好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说你去枪店问一下 你就知道了 他们就会告诉你说 你如果要是想去考枪证 你要先考什么再考什么 然后你要怎么弄怎么弄 他们那边都有交令 你只要上网找一个枪点 然后你去就可以了 他们都会来帮助你 好第三个 America needs these dad more than BLM 他应该就是在指那个 那天那个影片说 这些那个 父亲在学校里面 我觉得就不管是哪个国家 可能都不需要BLM吧 对 这BLM可能是在世界上 哪一个角落都不会被 欢迎的一个存在 对 BLM这种东西应该完全消除 完全消失 对 对 然后爸爸呢 承担责任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说实话 我们在生活中 包括我在成长的经历中 你也看到说很多爸爸 就是就好像是 没有妈妈靠苦的感觉 奇怪 就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也没有做成一个 很好的榜样给小孩 对 然后爸爸 特别是华人的爸爸 就是比较在意自己的事业 然后自己的工作 还有前程 这没有错 男人就是应该有这些 这个憧憬在这个地方 这是男人的天性 这是男人的本质 就是为什么女人会喜欢一个男人 就是因为男人有这些天性 对 因为有这样的话 才会吸引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女生 找不到对象 男生也找不到对象 因为女生想找的男生 不是这样的男生 所以现在就导致说 一大堆单身的人 比如我 爸爸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爸爸可以当一个男孩的榜样 男生的想法很简单 这一点女权主义说的没错 一开始男生只有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色情 一个就是暴力 就是脑子里只有这两件事情 会让他感到兴趣 我看到第一次看到色情杂志的时候 我就 Wow I love this 然后我看到 以前就是playboy 然后什么高中的时候 大家传来看的那种嘛 所以就是一看就喜欢 那证明你不是gay啊 对 然后呢 我第一次看到枪的时候 我也就是 Oh my god I love it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 WAR MOVIE 战争片的时候 也是Oh my god I love it 就是男生对这些东西才有 直接的兴趣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没有一个男人的榜样 来告诉他们说 这些东西是要控制的 这些东西你的性欲是要控制的 你的对于暴力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fantasy 是要控制的 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走歪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不知道 怎么样去当一个好男人 特别是尊重一个女人 女生的这个男人 那女人的话 爸爸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一个女生 他小时候没有爸爸的话 他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他就很有可能会去跟 很奇怪的男人在一起 然后觉得说 这个样子的男人是他 心里就是想象出来的这个东西 理想型 对就像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一种 对不对 像说大家以为说 灌篮搞什么 那个刘川峰很帅 我告诉你 实际上女人根本不会理刘川峰 你不讲话 就绝对没有人会理你 就没有任何一个女生会理你 不要被这种东西骗了 然后呢 人如果说没有爸爸的话 他会一直要去寻找这个父爱 所以说会很早的 statistic里面 跟他us consensus的报导就做出来 提早发生性行为 然后提早怀孕 然后堕胎还有各方面 然后加入左派 然后把头发都染成蓝色那种 绝大多数都是 家里没有爸爸的女生 所以说 爸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你一定要陪伴你的小孩 小孩很烦 我也觉得小孩很烦 但是 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你的存在 然后需要你跟他们一起走过他们所有接下来要面对的东西 然后要教导他们 教导一个男才怎么样当一个男生 教导一个女孩说他们要找的男生应该是什么样的男生 所以说我觉得 有这个想法很好 然后希望所有的父亲全部都付出行动 然后把正确价值观传达给自己的小孩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小孩的成长 小孩的未来 包括你小孩对他小孩的教育 还有包括他找男朋友或者等等之类的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连连班 那接下来依旧是观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喜爱 我有看到大家在下面留言 大家都觉得神奇传播做的小动画片好好看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集非常好看的 传福音的神奇传播的小动画片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我是弗丽莎 我是弗丽莎 那我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有天中午 王明与同学阿妹 在大学的餐厅里 阿妹问王明说 明哥啊 那个圣经里面的亚当和夏娃 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你说会是什么状况呀 哦 这个 这个 那得看他俩是中国哪一省的人啊 那亚当就是你们老家东北人 行 那夏娃就是你们广东人 可以 这样看来 人类的命运 那可就大大不同了 你别听上帝跟你说的 说什么 你们吃了那果子以后 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其实啊 不见得了 他呀 就怕你们吃了那果子以后 变得天宗圣明 跟他平起平坐了 年轻人 吃吧 吃吧 没事的 吃上一口 可是没满好结果呀 我要等我东北老公下班 问问他 老公啊 我有事情跟你说 是看见我们应该 放心那水抱在我身上 我 我 隔前面 你 隔后面 啊你看 就是他 撒蛋 推我后边去吧 这蛇根 嗯 太正了 就算九龙王脚大排档的鱼翅根 和这个啊 也没得比 哎呀妈呀 想不到这蛇肉串 比咱沙阳的紫阳羊肉串还牛 好吃好吃好吃 我 东北 哦 广东 我们 东东出击 左向无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